我十几岁就在他家吃过这个还有一个 而且这个饭馆在四方店开店的时间 一点都不费于那几家拉面馆 跟你说这个你可能太多时间 他这个店是搬到了这个地方 你们搬过来几年了呀 我最爱你 我们不都别乱这个店 你会不会的 他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有一点 一开始 我会不会的 我的这些是 我的这些是 尖上两个人 你的这些是 先走了 你可不再的 你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的 你会不会的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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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使个长话了 老店嘛老味道 要不现在都没改 这个味还是没变 看这个肉了 一磅了就下来了 这就是老四方这边的排骨 这个味道直接就食起来 当时的一顿回忌了 非常美好 小年轻的时候还是不卖利骨 他家没有利骨 还是写提骨 这就是四方排骨米饭的最后的端严 四块 四块 一里拉就过了 四块排骨 二十二块钱了 靠餐的时候 这个排骨炖的刚刚好 排骨跟这个 肉跟骨头之间的这个 这个接触吧 还是那时候那个感觉 用勺子一扒拉就行了 看那个小胆串 多少年也没变 四方这家拉面 就是跟着当时小胆串出自吃 然后干起来的 这个难得排骨 是当时一脚应该说 最好的一个排骨米饭之一吧 熊岛这边老排骨碗子 就那么几下 但是挺难得的 要么就是干过小胆串 要么就干过出自吃 要么就是老四方 就摘片了才知道 是93年开始 我不知道 我当时十几岁干一路小胆串的时候 在他家就吃过饭 然后他说那时候炒个菜 就七八块钱 我还没印象 暴露年龄了是不是 哈哈哈 有点穿越了 在他家的这个排骨米饭 也得小三十年了 真是味道也没有变 老顾客吃猪鼻里 以前最早有精华玻璃厂在这附近 然后很多员工 我们的贵客家也有